皇上 那当然了 大智朝廷大臣 皇亲国戚 甚至贵为皇子 小智一城一宝 朕不想要了 就舍之弃之 我会像扔一个烂梨子那样 毫不足惜 不过 我不会像汉元帝那样 傻到 把一个美丽的明妃娘娘 给放跑了 那 您的女儿 哥哥 亲生哥哥 你也像扔烂梨子 一样把她给伤了 你扔了她还不够 你还要追杀她 你 你难道没有看见 小梨子所为上 有一颗痣吗 你就没有联想去什么吗 你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那就算 我是向你讨回血债的一个冤魂吧 你 你是我的女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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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我已经把你的头砍下来 埋葬在玉花园的花树下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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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呀 我从德老府逃出来了 这你很失望吧 皇上 你要不要看一看 你送我墙包中的一串珍珠项链 如果 你不把我扒光了衣服 我就拿给你看了 他现在 就在你皇宫偏远我的包裹里 你要证实一下吗 皇上 你一切都知道了 你 若有人不知 处负寂寞为 你真的是真的哥哥 女儿 父皇 从把你送走的那天开始 父皇的心里就饱受的折磨 父皇无时无刻不再想着你呀 父皇抛弃了你 他要追杀你 你知道吗 父皇为什么这么歹毒这么狠吗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了 为了大清江山的千秋大夜 今天晚上 你还要追杀你的亲生女儿 来刺杀自己的亲生父亲 你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歹毒 这么狠心 你知道吗 也是为了大清江山的千秋设计 父皇 今天晚上就让你给杀了 父皇 朕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招入到清宫里来 此乃人伦无常 良知明灭 是天灭雍正啊 朕自知气数已绝 但是 我在死之前 你能不能叫朕一声父亲 就叫一声父亲 我死在女儿的手下 我死而无怨 我对你做尽了一切坏事 但是只有这一个要求 要求你叫我一声父亲 我就心甘情愿了 女儿 我求你叫我一声父亲 不 不 乖 走 慢着 你们真想刺杀皇上 让你死个明白 雍正 岂能死在你们两个女人的手里 别胡闹了 乖乖的放下你手中的剑 雍正 我告诉你 我就是吕刘良的孙女 我今天来 就是要替吕府四百亡灵 娶你像上人头的 你身后的那位姑娘 就是你换给陈阁老的 你和皇后的亲生女儿 别来取朕的头颅的 姐 杀了他 我恨你 我业务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赵辉 今晚上 我不能依你了 尸带 没人 放陪皇上 吕兒 哈 吕兒 吕儿 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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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点 快点 妹妹 子娘 子娘 勇将 开枕 好 啊 啊 啊 儿啊 你 你终于杀死了你的父皇了 爹 天忆 要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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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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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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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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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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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趙 你拿起来了 皇上 没事吧 皇上 怎么这么乱 皇上上哪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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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来人 皇上被杀了 来人 皇上被杀了 来人 皇上 皇上 快 搜查资金城 来人 来人 皇上被杀了 来人 皇上 头都没了 头都没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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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epreneur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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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快快快 他们出事了 太子殿下 你应该去看看吧 去看看 上天的判决吧 是的 太子殿下 不论是谁被杀了 您都要挺住 我挺住 不知道 我能不能挺住 我们走吧 看殿下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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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 那于娘呢 走散了 如果你觉得你还是雍正的亲生儿子的话 那你就杀了我吧 也许这样你心里会舒服一些 反正现在我的仇已经报了 我也死而无憾了 不行 子娘 你不能死 太子殿下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太子殿下 死娘 已经是召惠的心上人了 求太子殿下放过他吧 太子殿下 死娘已经是召惠的心上人了 求太子殿下放过他吧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我搜查过了, 这没有资格 你们往各嫔妃的公园去搜查 一个一个房间的搜查 不得有任何疏漏 快点 赵金姐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呢 因为你是世上最难得的女子 我身上重了两件 这个样子 我是绝对逃不出紫禁城的 太子会放过四娘一世 绝不会放过四娘一世的 不 太子不是那样的人 赵将军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女人 你是一个为善而向恶夫仇的女人 你是召回心中 废罪 废福的一个女人 不是 不是这样的 为了 为了报仇 我是紧紧地把玉娘给拉进去了 不 玉娘 也有玉娘自己的仇恨 我知道 可是她的仇恨太少太少了 她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刺杀她的亲生父亲 好几次 好几次 她都心软了 是我 是我 一直追着她走多几遍的 我再对不起她了 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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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掉 玉娘 她死了 别急 她是不是死了 没事的 我答应过她的 我答应过她 永远和她在一起的 玉娘 不要紧她 我求求你赵将军 如果你 哪天方便的话 到我们吕家一门上烧炷香 帮我告诉四娘的亲人们 说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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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把她的头给砍了 是 我相信你 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了 赵会答应你 一定把你叫出去 为了配合红历和你的友情 你还是把我叫出去吧 我已经死而无害了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不 答应我呀 赵会 还等着把你取进赵府呢 赵会 子娘 子娘 你醒醒啊 醒醒啊 子娘 子娘 你醒醒啊 子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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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躲开在你身上很强 quotid调口 你还记得 我永远都在那里 还记得 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老实惹你生气 其实 其实我 你说的 子鸟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有你这样一个 对我这么好的 我不明白 不 我是一个不吉祥的女人 不 不是的 你是世上 最领召回爱怜 钦佩的女人 你还想 再看一看早清听吗 在子娘的怀里 你把它拿出来 你把我扶起来 等吗 还记得我们的草蜻蜓吗 它沾着我的心 你看到她 就想看到我一样 你收下吧 子娘 你一定要活下去 你一定要活下去 为了我们的草蜻蜓 你一定要活下去 好 我想你 我真的 我真的 好想 好想 我想你 可真的 我在 我在 你的梦里了 我 成灰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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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娘 张大人 这怎么向朝廷和全国的百姓交代 御书房有血笛子冲作内侍护卫 号称兽不能过 鸟不能进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大事情 这帮人也是麻痹 人喊了 有刺客 他们就往空中嗖嗖嗖地放血笛子 平时还懒着呢 哪里是给皇上认认真真地当差 你是内侍总管大人 明明知道御书房防卫疏漏 却为严加正直 出这么大的事 你说得过去吗 奴才也是罪该万死 可这些个血笛子侍卫都是皇上的亲信 老奴也管不了这一切 紫须 那个紫须道长了 今儿可没见着他 太子殿下 怎么还没见到 已经派人去寻了 怎么还没到 会不会是宋敬宫里的那个女戏子干的 不会吧 他是被赤身裸体裁剑来的 拿什么杀皇上 皇上不是有把宝剑吗 是不是这把 对对对 皇上每次进宫啊 第一眼就看宝剑在不在 有没有人动过 正何况那个女戏子是让老奴爹着进宫来的 就那么点唱戏的本领 他怎么能挤得过皇上的功夫呢 那也要查查现在的下落 会不会让侍卫队给杀了 太子殿下下到 臣张婷玉叩见太子殿下 平身吧 谢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您有亲爱呀 太子殿下 要不要赶快召集军机处诸大臣 到宫中议师 皇上没有死 皇上没有死 就这么说 太子别伤 除了太医院和御书房之外 对各宫各衙门封锁消息 对皇后娘娘也要封锁消息 明天宫中继续唱戏 一定要像没事一样 一定要像没事一样 若御书房 太医院有人泄露消息 斩力绝 明白吗 太子殿下 那皇上的丧事怎么办 令太医院 继续给皇上看病 假戏真重 七点 七点之后 再 照告 皇上加崩的消息 小青 Sud 明天宫 明天宫 小青 皇后 以后 以江山设计为用 万万 节哀忍耐分好 是 他 还 一 秦 二 皇后娘娘 皇上被刺 国难当头 很多事情还要太子殿下亲自去处理 求皇后娘娘 千万不要冤枉了太子殿下 既然额娘 怀疑红利刺杀了皇阿玛 就请额娘 霸触红利的太子殿下 皇子支持 叫纵人府立即审判红利 国不可一日无君 皇上驾崩 储君皆君也 娘娘 皇后娘娘 老奴知道这真不关太子殿下的事 是 我们家也是急糊涂了 你们 都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今晚上哪个嫔妃陪着皇上了 总管大人说话 喂皇后娘娘 今儿晚上招了同庆班的一个女戏子 叫秀俊姑娘的陪伴皇上睡的 这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 这御书房还有没有宫中的规矩 那么多的嫔妃放在那里不用 却招了一个女戏子 谁出的主意 老奴也是随便说说 可是皇上他 这女戏子他人呢 不见了 这 葛公主员 再找找 再找找 这 这 马上报为戏班住处 捉担那个女戏子 这 等等 查到了 给哀家送到昆宁宫去 哀家 要亲自拷问他 是 张大人 臣在 你随哀家到昆宁宫去 哀家有几件事情要问问你 臣这就跟娘娘回去 你们都听着 皇上驾崩了 别忘了 还有哀家在 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曾娘娘遗旨 我们也听见过 你也听见过 我们就听见过 我们就听见过 我听见过 你 你 我听见过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皇帝驾崩了 哀家问你 能不能让哀家的第二个儿子 和亲王洪昼来继承皇位呢 这 怎么样 陈认为此事有些不妥 怎么 你是不敢做这件事吧 先皇帝登基的时候 已经下诏立弘历为太子 朝野群臣都知道先皇帝立弘历为太子 这也是秉承了仁皇帝的遗嘱 现在不让太子继位 臣怕宫中发生动乱 可是先皇帝在世的时候 就不希望立弘历为太子 他几次都跟哀家说 想废了他 皇后 皇后 可今儿晚上皇上已驾崩了 这么说 连你这个军机处的首席大臣都无能为力了 此事只有日后见机行事 趁他羽衣还未丰满的时候 找个岔子 再做敬意 也只好这样 爱家真是恨死了那个子虚老道 皇上那么相信他 他什么都知道 却保护不了皇上 皇后 看来此人不能留在世上了 那就多派几个宫中侍卫 用机逮了他 可以杀了他 此事让臣秘密地办了 大清朝 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呢 皇后放心 有老臣在 天塌不下来 弟兄 你回来了 怎么了 说话 是这样 哪样 你先喝口生汤吧 刚热过的 皇上 皇上那边没事吧 没事 皇上能有什么事 没事 不是外面喊着有刺客吗 有刺客也不一定刺杀皇上 来人 快端盘热水 给太子烫烫脚 不用了 我累了 睡一会就好了 你怎么 你怎么了 像是心中有事 太子殿下 我 我收留了一个姑娘 就是那个 也明威娘娘的秀军姑娘 她人呢 她人呢 今儿晚上 皇上召她灵性 她去了 后来 后来来了刺客 皇上一刺客 打起来了 这姑娘吓得就跑了出来 我这怎么的 就跑到我们太子宫里来了 我看她可怜 就收留了她 太子殿下 这是不是出犯公规了 太人在哪 秀军姑娘 快出来吧 我已经杀了她了 你惹出天大的麻烦了 你舅舅这姑娘 她太可怜了 你恨我吗 你为什么要这般忙着 他们怎么了 红帝 你还爱我吗 我爱你 但是 你让我如何爱你 他们两个认识 我连累太子殿下了吗 我俩的命运 都处在危难之中 太子殿下 姑娘 你既然进了皇上的秦宫 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回太子殿下的话 有刺客从后窗跳进来 要行刺皇上 皇上与刺客打了起来 我吓得就逃出了秦宫 就穿这身衣服 不不 这身衣服 是太子妃帮我换上的 她是扯破了被单 挂在身上跑出来的 那刺客是什么模样 我 没看清楚 是男是女 你总该判断得出来吧 好像是男的 好 好 你在说真话了 小女子没有半句谎言 那 你不回到你的住处去 又怎么 跑到我的太子宫来了 我看见了红灯笼 我只想见你 红灵 说 我不知道这是太子宫 我想躲一躲就算了 我能躲到哪算哪 太子殿下 你不要再审问她了 她现在仿佛是一只精工的小鸟 她还能找到她曾经停弃过的地方吗 好吧 弘历不审讯你了 但是 皇后娘娘要审讯你 太子妃同情你 我也同情你 但是 你已经不可能 轻轻松松地离开自尽城了 小爷子明白太子殿下的意思了 太子殿下 你要把这姑娘交到昆宁宫去 交到昆宁宫去 这姑娘就凶多吉少了呀 太子殿下 不交到昆宁宫交到哪去 就留在太子宫吧 我来替你管住她 找个机会 再把她送出宫去不就没事了 朝廷政务 你们后宫的女人永远不要插嘴 这句话你永远给我记住 来人了 是 太子殿下 准备登陆 把这个女人押送到昆宁宫去 是 这句话我估讨一下 不愿意 不愿意 感谢观看